馬祖慈悲大家好 有位網友在我們益德馬祖同修位的官網討論期 來問師傅問說 這個拔杯是不是一定要斜杯洗這個轎子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師傅也曾經回答過 而我比較贊同要洗個杯 在以能量寫上面 我們接受到某種東西 我們的能量就會傳到這個東西上 這個東西的能量也會影響到我們 而淨化一下 也代表我們的恭敬 我們的聖眾隆眾的這種心態 很莊嚴 隆眾其事 很聖眾其事 來跟神明過同 也是一種禮貌 在靜當化當中 我們心也可以靜下來 可以定下來 我們過立一下 定靜安利 要得到神明的指示 心靜了嘛 心煮了嘛 煮了嘛 定靜安利得 經過這個 洗杯的過程 都靜靜的很恭敬 心就定下來 就可以通行 這個儀式 能做最好 對不對 當然 每個人因量不同 你都很敏感 神都在你旁邊 你根本不用拿杯 可以的 有人就可以通行 神都可以跟他講話 這個無相相為相 沒有那個相 他無守不在 可是透過這樣的相 來表示我們的恭敬 我們的隆重 盛重其事 然後也淨化一下這個神物 何樂而不為 這個是個禮貌 也是一個儀式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子慈悲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